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不要不相信 吴氏月恩居然可以让你吃到饱 而且这家店非常特别 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是重新站起来 在出发的前街友 不过这里提供的餐点服务都让人惊艳 比如说炸鸡排比手掌还要大 日式烧肉糖醋排骨都是美味的主菜 而且搭配三道配菜 内用白饭炒面热汤跟茶饮 通通无限量供应 中午十二点一到 这家位在板桥汉山西路上的 五十元便当店随即涌现排队人潮 尤其是中午 中午有很多自理商店的学生 都客满 附近这里生意最好 每天白饭 对啊 每天白饭 就是觉得它们便宜 然后很多料 然后它那个炸的也很好 煮菜也很好吃 比手掌还要大的香酥鸡排饭 酱香四溢的日式烧肉饭 海味十足的时令鲜鱼饭 或是酸酸甜甜的旁出排骨饭 一道主菜三道配菜 内用还提供炒面热汤茶饮免费自取 五十元就能轻松享受 让这家便当店成了附近学生和在地居民用餐的首选 而超值美味的幕后推手是一群重新出发的街友 为提供街友就业职场 两个月前游民重建中心主任陈大德 不惜自陶腰包为他们开设便当店 超过半年以上的培训 从料理经营完全不输专业 环境整洁也更加讲究 看到很多 我们这边辅导的很多人 他的工作的能力 跟他的那种工作意愿 跟那个敬业的程度 比外面人都还认真太多了 或许他们知道他们失去过 他们更要珍惜 我是运作 我们都会做得很快乐 对啊 我煮的菜大家都爱吃 这样就有菜 菜的话大概是18到22左右 但是我们出去的 大概都12到15道菜 排在外面的 会有手忙脚乱 不会因为我们到提早就准备了 每天早上6点半进厨房 提早为中午的营业做准备 他是店长吴志祥 也是这儿的中泡塞 最好是不要加水 一般炒番茄炒蛋都会加水 但是我们尽量用原味 所以我们不加水 即使只是配菜也绝不马虎 不只是不加一滴水 坚持原汁原味 连配色也考虑进去 一般是加葱 葱会防掉 有点感情配色 站在吴志祥身边的是他的得力助手 做的正是人气煮菜 浴室烧肉 这道菜 其实它的酱是最主要的关键 奶油 洋葱 酱油 接着是黑胡椒画龙点睛 事先炒过的肉片下锅翻炒入味 其实大部分我们肉下去烫的时候 就是已经肉不能让它太熟了 其实已经熟了 我们现在只是给它沾酱 弄酱汁 让它渗入味之后 这样就可以了 另一头的油炸区也没闲着 压得要平稳 每个地方都压压压的到 其实那个色彩才会漂亮 香脆好吃 那放下去炸的话 大概就是炸的时候要出什么 这个温度 一百七十度 那个时间差不多 胡椒就看到彩色 金黄色 好漂亮的时候 这个香又脆 就好吃 一块块鸡排肉裹上酥炸粉 炸得金黄酥脆 上午十点钟 不只是闷热的厨房里 努力酝酿着美味 前台也已经开始 为中午的外送做准备 你真的今天要炒鸡汤 大概十里以上 第一个地点要去做 第一个地点 不一定有了工地的功能会先送 工地的功能先送 因为他们会提早下来拿 第一个有的像补习班 或小朋友 有的家庭的 家庭的会比较外送 工地的我会先送 光是一个用餐时段的外送量 就多达上百个 打饭 装菜 分装 核对数量 每一个小细节都得谨慎以对 不能出杀错 出杀错的话还会 客人会卡不累 有被卡不累过吗 有 有时候东西也没放 或者说比较少一点 煮菜我看一下 那我要这个 谢谢 外送的部分才刚解决 中午的用餐尖锋时间也已经逼近 台面上煮菜配菜一到位 让人看了十指大动 比手掌还要大的鸡排 外皮层酥脆咸香 内层鸡肉咸嫩多汁 或者有着浓郁奶油和黑胡椒香气 重口味的日式烧肉等多道澎湃煮菜 配菜的部分除了十分下饭的番茄炒蛋等 还有像是几具养生概念的南瓜等菜色 美味养生兼具加上内用自取的白饭炒面茶饮 其中炒面还以柠檬马鞭炒呈现出中西合并的新奇口味 有客人几乎是天天来报到 很少没吃 几乎天天气满 这边的菜也比较好吃 比较合自己胃口 然后饭跟面还可以夹用钱这样 还蛮便宜的 然后菜很多 就是还有汤啊 然后那个面 都可以吃到饱 它的鸡排蛮好吃的 就很大 它的鸡排很大 因为曾经失去过 所以更加珍惜 对他们而言 50元便当里满载的不只是超值等幸福滋味 还有重生和希望